如果日本的制裁的压力逐渐加大 甚至达到非常大的程度 对韩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害的时候 韩国的国内的共识就可能崩溃 所以文在寅政府本身执政的前景 也会受到一定的压力 所以从种种情况来看 韩国的国内如果他们的共识 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 应该说这个底线就会逐渐的失去 韩日关系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可能是非常不容乐观 日本确实在产业上它是具备的优势 换来话讲它具备的制裁性的资本 而韩国和日本之间 它这个一层都是分不开的 韩国想要完全地独立 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不太可能 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 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 日本认为这些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了 但是韩国的民众 从来没有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觉得目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究竟如何收藏 我们还要顺目以待 优优独立 都流优独立 том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